1945年10月24日 二战刚刚结束两个多月 在噎风交雨的千岛之国印尼 一家华侨报纸一军突起 出现在赤道线上 从此 他以强劲的生命力 不屈不挠的坚韧精神 活跃在印华新闻文化战线上 生活报号召民主团结爱国 是当年印尼华侨的喉舌 生活报传扬和促进中印友好 是当年海外新闻战线 一面鲜明的旗帜 1965年 发生930事件 生活报最终被军政当局全面封杀 被迫中断了他的历史使命 让我们扶去岁月的封城 穿越时光的隧道 重温生活报二十年光辉的历程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 在位于东京湾的美国战业舰密苏里号上 举行授降仪式 中国人民经历八年浴血奋战 终于打败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强敌 给人类带来巨大祸害和牺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了 正义 赞生了强权 举世为之欢腾 印度尼西亚也摆脱了日本军国主义三年半的黑暗统治 与8月17日宣告独立 早在二战结束前两年 1943年 印尼华侨中一些有时的事 印尼生活报 创刊六十八周年纪念 印尼生活报纪念同书 我相当喜欢座场会 现在开始了 我代表这次的主办单位 为各位嘉宾的光临 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纪念生活报纪念同书 在印尼生活报纪念同书 香港首发座场会的召开的时刻 我们额外的怀念 伴随我们前掌的印尼生活报 这是刻骨铭心的怀念 这种怀念 历经时代的风雨 更真存厚 历久于心 现在让我们 出现历史的名言 共同追忆和回望 印尼生活报光辉了 1945年10月24日 二战刚刚结束两个多月 在椰峰交予的千岛之国 印尼 一家华侨报纸 一军突起 出现在赤道线上 从此 他以强劲的生命力 不屈不挠的坚韧精神 活跃在印华新闻文化战线上 生活报 最后最终被军政当局全面封杀 被迫中断了他的历史使命 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封尘 穿越时光的隧道 重温生活报 二十年光辉的历程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 在位于东京湾的美国战略舰密苏里号上 举行受降一事 中国人民经历八年浴血奋战 终于打败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强敌 给人类带来巨大祸害和牺牲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正义战胜了强权 举世为之欢腾 印度尼西亚也摆脱了日本军国主义 三年半的黑暗统治 于8月17日宣告独立 早在二战结束前两年 1943年 印尼华侨中一些有识之士高瞻远瞩 遇见到德意日法西斯已是强弩之末 新时代即将来临 他们组织了大中贸易有限公司 决定盈利所得 在南宁重光后办三件大事 创办爱国报纸 支持新生的乔校乔团 开办进步书店 1945年10月24日 据日本投降才两个多月 恰与联合国成立的同一天 作为战后印尼爱国华侨的喉舌 雅加达豪文生活报 顺应时代的呼唤创刊了 定名生活报 运含了继承抗战时期 邹涛粪创办的生活周刊 生活日报 今天必须发挥一切迎头赶上的突击精神 虚心学习不断改进 限制提出 无论在国内 在南洋 急需群策群力 推进广泛启蒙运动 经济建设运动 和民主团结运动 当年生活报 当年生活报创办人 黄仲规 王纪远 北英 杨新荣 汪大军 叶纪财 林尊瑶 公福林 叶景宗 洪在德 陈道三 黄品长 1947年1月 向当地官方注册成立 生活报有限公司和生活报应务有限公司 这是徐永年先生保持了60多年的股票 1947年2月1日 条件出具 生活报日报创刊了 临时半周刊改为生活周报 早期生活报主要成员有 社长黄周归 副社长兼主笔王纪元 总编辑黑鹰 编辑汪大军 两话 于风 记者徐永年 温流 与万达等 从此 生活报以其强劲的生命力 活跃在印华新闻文化战线上 产生了不可抹灭的深夜影响 生活报从创办开始 便受到国家领导人及进步文化人士的关怀与指导 他们不断给生活报提示 朱德 朱德 刘少吉 周恩来 宋宋宁 宋宁 何湘宁 何湘宁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